中華民國大腸職場外科醫學會的理事長 我們的王兆元 王理事長 來為我們帶來營養體能超前部署 才能夠致勝療程的正確觀念 我們將時間交給王理事長 謝謝您的介紹 我想今天我的主要重點 來跟大家談談這個有關 癌症病人 它的一些免疫的引起的這些發音反應 從這個觀點切入 讓所有的觀眾來了解 這些癌症如何造成我們身體的傷害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 來讓這個疾病的治療更爭議成功 那我們知道癌症細胞的癌細胞 會引起我們人體的免疫失調 主要是它會釋放一些毒素 引起我們一些重要的免疫細胞 像NK-Cell還有一些失中性球 甚至一些巨氏細胞的這些免疫失調 加上這些癌症的病人 這些釋放的毒素 讓我們人體組織的代謝發生這個代謝的變化 包括引起這個病人他食慾變得不好 那肌肉的也會流失 那肝臟的代謝也發生異常 那能量代謝也發生異常 甚至病人就不知道 這個飲食上身心受到影響 那體重就會下降 那這樣的結果會造成所謂的 病人的身體的失調 那如何有怎麼樣的方式 來提高這個免疫細胞的活性 那來改善這個代謝的異常 那來避免這個癌症 二病子的發生 我想簡單地說 當病人發生這個身體不適 就是體重下降的時候 那體內就可能產生這個免疫失調的情況發生 那這個時候身體就會有點像說 防止失火了 那我們組成這個防止最重要的這個組織 就像我們人體的組織裡面的肌肉跟脂肪 大量的消耗 那這些即使你補充了這些所謂的熱量或蛋白質 但體內的這些免疫失調 熱量蛋白質會持續流失 那這樣就會產生人體沒辦法改善的代謝異常 那所以你要有一個根本方法來改善這個代謝異常 才能讓這個疾病治療能夠更順暢 那我想改善癌症患者的免疫失調 還有慢性發炎這些策略 大概有幾個方面來談 包括從營養支持的觀點 來改善這個發炎提升免疫力 那重點是要在早期介入早期預防 那身體的這些體量的鍛煉 我們可以做一些活動 讓這個體能更好 那重要能夠來改善這個患者的生活品質 那給些病人 那就有機會接受所謂的藥物治療 讓這個治療更容易成功 那我們要提升抗癌的這種新觀念 我想最重要就是所謂的治療前這個積極的營養 還有這個體能的訓練 包括在治療前這個調養前期 前期我們就可以給他這適當的營養補充 讓這個病人在治療過程中 即使這個熱量的流失 我們還是可以補充這個適當的營養 那讓這個營養能夠在這個康復期的時候 能夠逐漸的把這個營養給提升 那這個病人比較能夠完成這個 整個癌症治療的一個計劃 那我想以目前來講這個國際的趨勢 就是所謂的ERAS 就是手術後的快速復原這樣的 這個Comfort的療程 是一個最重要的機制 那我想很多觀眾都不了解 什麼叫ERAS 那ERAS就是以病人為中心的一個治療策列 那這個治療策列裡面 有這個醫師還有這個營養師的介入 那包括這個手術前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營養的介入 那降低可能這個手術過程中的這些 還有麻醉科的介入 讓這個手術過程中更順利 那這個營養素育給它適當的條件 那手術後這個疼痛的控制 讓病人比較能夠盡快的復原 盡快下床 那我想這一部分加上最後的營養支持 營養師的介入 讓整個治療過程更順利 就是所謂的ERAS的這個實施的這個策略的一個優點 那我想ERAS跟傳統的這個一般手術最大的差別是 一般手術可能在手術前你是在家裡等通知啊 可是ERAS不一樣 他在這個病人接受治療前 那就有這個醫師先告訴你說 你如何在做這個營養評估 那給一些適當的藥物 或是一個適當的活動 讓這增加這個病人的治療的成效 那這樣在一般傳統的治療 在手術前你說是不能進食的 可是在ERAS這樣的療程裡面 在手術前大概大概兩個小時 你都還可以補充一些含糖飲料 那在手術的過程中 一般手術大概病人在治療過程中 我們沒辦法做適當的一些調整 可是在ERAS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做一些適量的調整這個治療過程 那手術完後 我們當在傳統手術 你要等到病人排氣才能夠進食 可是ERAS的關聯不太一樣 在病人還沒有排氣的前 你就可以給一些少量的含糖飲料 那就是補充這些水分跟這個糖類 跟這些電解質 那手術完後 你就盡量要快一點下來活動 那在傳統的手術 可能就是傷口疼痛 那ERAS的觀念是 你有一些疼痛很好的控制 那病人就可以提早的下來活動 那最後我想最後的結果 大家可以可想而知 ERAS的治療過程中 這個病人這整個療程是一個 按照計畫的執行 所以病人可以在適量的設計中 順利的出院 那一般手術可能就延遲他住院的時間 而且也充滿了不確定性 那我想這次ERAS的一個療程 我簡單用一個 一個video跟大家介紹一下 嗨 還好嗎 這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對吧 當下的我感到焦躁 茫然 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也許你會和我一樣 願意接受ERAS的醫療方式 透過我寫下的日記 來一趟令人安心的旅程 在我確診的那天 療程個管師為我評估 說明ERAS 規劃適合我個人的療程 透過完整的計畫安排 按時服用藥師檢視過的藥品 固定訓練運動 配合營養指導 與醫療團隊及時聯絡 就像是健康管家一樣 感到安心 這天我開始住院 醫師鼓勵我多補充營養 手術前兩小時都還可以飲用飲料 緩和了等待的緊張情緒 手術全程蓋上保溫溫碳 搭配多重止痛藥物降低疼痛 於額頭貼上監測貼片 全程監看麻醉深度 醒來後才發現 過程完全沒有記憶 手術中也有水分分析儀器 術後不會有水腫或不適 當天我就可以開始喝水 並配合進行肢體活動 與呼吸訓練 緩和了手術的不適 讓我鼓起了信心 面對康復療程 隔天就可以下床活動 靠口香糖和呼吸訓練 慢慢回復正常飲食 離康復的日子越來越近 現在回想起來 最感謝ERS醫療團隊的規劃 這些都是我可貴的旅程日記 希望你能和我一樣 有個放心治療的旅程 好 所以大家觀眾看 這個ERAS的簡介後 大家要知道 ERAS是一個怎樣的手術招呼 我想從這張圖都可以看到 假如說你有做這個所謂的素全復健 跟沒有素全復健的比較圖 那素全復健我想這個病人就是可以盡早把管 那假如說沒有素全復健這個把管 可能會有些依賴這個呼吸器 那在加護病人的住院天數 在素全復健這一組 這個住院天數是個明顯的縮短 那傳統就是可能IC 這個所謂的加護病人的住院天數會增加 那素全復健可以提早出院 我想這樣子以目前這個工商社會 大家都希望有一個好的生活品質 那這個好的身體機能 我想有一個很好的計劃 就可以減少住院天數 那降低這個非住 提升這個治療成效 降低這個感染跟死亡的風險 那我們來看看歐洲的營養經脉學會的 這個營養指南 那建議在手術前 這個給ERAS 那包括手術前7天的這個加強免疫 營養的補充 我們可以看到準備期 在手術前7天開始這樣補充免疫營 那在療程期 那我們來治療這個 治療中的這體力 和抵抗力能夠維持住 那恢復期的是 手術完的療程7天後 這個補充免疫的這個營養 來加速這樣的康復的概念 我想在歐洲營養的 靜曼營養學會裡面 都提供這樣的一個很好的訊息 那我想免疫營作用激轉 一個很重要的三個要素 包括所謂的魚油 金氨酸跟核甘酸 那這三個重要的元素 可以來這個減輕正常細胞的發炎受損 那強化這個免疫系統 那我們可以看到魚油它可以這個 抑制發炎這個因子的生成 那減輕這個正常細胞的發炎 那金氨酸它可以提升這個 我們的辨別這個SARS癌細胞 那免疫系統的活性來提高 那另外它也可以刺激 合成這個免疫系統的重要的核甘酸 那核甘酸本身它就是可以增加 免疫系統的數量 那經由這三個重要元素 我想最重要的是提高這個病人的免疫力 那強化它的免疫系統 讓整個治療療程它可以一個順利的康復 那我們再去看看這個歐洲營養這個 這個指南的建議 剛剛講這三個三效的免疫營素 它何必作用它的優點 我想剛剛有跟各個觀眾提醒 那包括魚油它可以抑制這個免疫發音反應 那金氨酸可以提升這個免疫系統的活性 那核甘酸可以增加免疫系統的數量 那以這樣三個作用合成在一起的話 讓這個病人的營養可以提高 那發音反應可以下降 那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臨床營養代謝學會的一個論述 那手術前加強這個三效的免疫營補充 那可以提高這個很好的良好的癒後 包括在手術前的這個引起的壓力 那會改變這個人體的免疫系統 會引起這個全身性的發音反應 尤其在一些大腸癌的患者的手術 我們假如在手術前 介入這個所謂的免疫營養的補充 我想它有幾下下入這些優點 包括第一個 降低這個手術部位的感染 那降低這個感染的合併症 那還有包括 術後的抗生素的使用需求會減少 那這個手術的康復時間會縮短 那最終會減少住院天數 那我們可以看到 右邊這個圖可以看到 不管在輕度中度的感染症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有介入免疫營這一組 都是相對 比較沒有免疫營介入 來的低很多 那我們來看看台灣的消息醫學院 也有這樣的指南 甚至在十大癌的營養治療裡面 那這些病人我們在做所謂同步放化療時間 我們補充所謂的三效的免疫營養 那可以提升這個免疫的營養的功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包括它有哪個重點 包括它可以降低這個發炎指數 改善營養狀況 還有調整這個免疫能力 包括這個病人 他體重在治療中可以維持得相當不錯 那另外也可以降低這個藥物的毒性 我們知道同步放療療 有時候病人會引起比較嚴重的副作用 那最後我們是希望這樣治療 在過程中免疫營養的補充 可以降低這個治療中斷的期限 下一張 那三效免疫營養的好處 我想從剛剛這幾個不同的學會 不然從歐洲營養學的觀點 從美國營養學的觀點 甚至台灣消息醫學的觀點 都可以證實這樣的三效的營養素 確實可以提高這個病人的免疫能力 那得到很多的這個實證 我剛剛前面也都跟大家說明 包括整個病人的治療過程中 發炎反應、氧化反應的下降 那還有包括毒性治療的這個效果的提升 那甚至這個病人的棉細胞 這個活性能夠改善 那降低這個治療的中斷 那最終是可以幫助這個病人的傷口癒合 那降低這個住院的天數 達到一個治療成效 那我們看一下就是 就是在一些研究報告可以看到 有用這個所謂的免疫營養的病人 在手術前的七天 治療前的七天給這個營養治療解錄以後 可以看到明顯的手術的這個併發症 會降低大概3.5 五成的這樣的機會 那我想降低這個手術的併發症 相對這個病人來講 就是可以讓這個病人盡量出院 那可以讓這個感染症相對來講就是減少 那復原更快 那我想這樣透過這樣的明義營 來降低這個發炎反應這個概念 最終還是要讓希望病人能可以 整體降低這個術後的這個併發症 那併發症的發生 我想這個大家都不願意看到這樣的情況 這個整體的併發症發生 包括併發症可能會造成病人的這些器官的受損 甚至這個血液血的這個變化 那降低變化症的感染 可能會讓這個這個傷口的敗血症 發炎反應也會減少 那我想這個都是對病人有幫助的 那最重要在手術的傷口 假設病人這個營養狀況不好的時候 那可能這個癒後不佳 那病人這個抗活時間就會變長 那甚至傷口會有感染的可能 那我想從這個一些實驗 可以再都告訴我們 大概免疫這個營養的接入 大概可以產生很多 我們臨床上所希望見到的這些效果 包括降低感染症 那這個降低發症指數 那減少這個所謂的 吻合口的滲漏 那還有一些手術的 這些感染的合併症 那傷口的這個感染的合併症 那最終希望這個病人 可以減少住院天數 讓病人可以早點回到 正常的社會工作 那假如說這個病人 他手術前沒有使用 免疫營養的話 我們來看這個比較圖 那一組是有使用免疫營養的病人 那一組是沒有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六層的病人 假如說你沒有使用這個免疫營養的病人 他比例來講 他會比這個傳統的病人來講 沒有使用營養的病人 那降低了這個感染的發生比例 降低了一倍以上 就是沒有使用營養的病人 那可能高達六層 會產生術後感染的可能 那我們來看看 假如說這個病人 這個使用這個手術前三下營養的病人 那我們可以看到 食道癌的病人在手術前 前後使用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病人兩群 你有使用免疫營養的這個病人 除光率是明顯的高於 沒有使用這一群 而且在使用六個月 就可以看到這樣顯著的一個差距 那我們在治療前 放化療前 我們可以使用這個免疫營養 可以看到 使用三下的免疫營 相對一般標準的營養 它可以提高這個病人的體重 那我想體重是一個重要的營養指標 那代表說你營養這個夠 它可以這樣 這個代表攝取加免疫營養 可以預防這個肌肉的流失 那增加這個三個肌肉組織 其實這所謂的淨體重 是對病人來講營養是有改善的 而且會降低所謂化療這些副狀的發生 那我們來看看這些臨床研究報告顯示 那到底使用這樣的概念 E-ROS這樣的概念 那這個療程以後 對病人來講 它平均是可以檢討兩到三天的住院天數 那我想最重要的是這個 病人的積極心態 那還要加上免疫營養 還有這個優化這個病人的體能 我想這個整個療程讓病人 得到它最要的成果 最享受的成果 就是降低這個住院天數 那我想我們一個營養的招呼 包括所謂剛剛講E-ROS這樣的招呼也好 那三效免疫營養也還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整個 這E-ROS加速這個術後的康物 這個術前的全方案管理 可以讓這個病人的 這個剛剛講的 機械心態的介入 還有免疫營的這個介入 還有最後能夠達到這個體能優化 那剛剛講過 這種三效的免疫營養 包括魚油、核甘酸跟金氨酸 那這種三效的免疫營養優化 可以降低這個手術的併發症 那順利的接受 這個不管手術、化療、放療 那我們可以看到 歐洲有八成的國家都已經採用這樣的概面 所謂的 術前術後的積極介入三效免疫營 來優化病人的體能 那以上再跟這邊各位 建長的觀眾分享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您聽 好 我們非常謝謝王理事長 那理事長長長期以來 都一直在推廣E-ROS加護康復的療程 讓癌友們能夠及早的康復 及早的恢復正常的生活 那他剛剛特別呢 也用了好多的例子 來跟大家說明 三效免疫營養的介入 真的是可以降低併發症 那有沒有做呢 效果是大不相同的 那另外他也講到了 要顧前顧後 這樣子真的是可以來提升免疫力的 那接下來呢 就進入QA的時間了 那這邊大家的提問 第一題就是說 想請教理事長 如果術後傷口恢復不佳 那該怎麼辦呢 我想術後傷口不佳 大部分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病人的這個營養不好 那剛剛講過 手術前的這個營養支持是非常重要 尤其像免疫營管理都已經 大家都普遍能夠接受 那加上EROS的觀念的結合 那假如說當然這個病人已經疏後 他已經發生這個傷口癒合不良 我想最重要的是 這個時候補充營養 還是一定要做的 那當然還有一些 要徵循這個醫師的意見 給一些比如說抗生素的治療 這個都是必要的 那當然是我們希望剛剛講的 這個觀念 大家還是可以 大家可以有這種概念是最好 在還沒有發生之前 介入是最好的 最有效果 所以以後這樣的手術 其實進入這個 術前的免疫癌的介入 我想以後這種傷口感染的機會 就會大幅的下降 包括這個也是要預防重於治療 提前部署真的很重要 要顧前也要顧後 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大腸癌開刀之後 腸子會變短 這個病人他也說他只有十幾公分 那每天都一直拉肚子 可是他不想要做躁口 那經過時間休養的話 他想問說 那這樣的話身體會自己 有自癒的能力嗎 只要休養就會好了嗎 好 那這個要看看你剩下的腸子 是哪一段 那當然是假如只有剩下十幾公分 這麼短的腸子的話 那可能這個病人的水分吸收 會是有困難的 那這時候我想可以透過 醫師跟營養師的一些衛教 來改變他的飲食習慣 或是他營養的成分 我想還有加上一些藥物治療 這個大部分的病人 假如說只有大腸問題 大部分都可以經過這樣的機制 包括營養的介入 你可以諮詢這個營養師的意見 那醫師的介入可以一些藥物都給予 我想對病人來講 應該都有這個改善的實際上的效果 那我想飲食的控制也是非常重要 這一部分我想可以諮詢 專業的營養師跟醫師的意見 好 那接下來有一題他說 有些魚油主打是素食的魚油 那素食魚油會比較健康嗎 我想假如魚油觀念 以台灣來觀念那樣 魚油應該就是非素食 我們講實話了 那我想假如說魚油確實是 不是素食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溫食 那魚油我想最大的優點 剛剛在裡面有講 它可以降低這個發炎反應 讓這個免疫細胞的功能恢復 那我想假如說這個病人 真的有這麼樣的需求的話 那又加上他可能 某些宗教上的禁忌的話 我想是可以商量的 那像我自己的病人 我都跟他講說 那這個在這段時間 可能你可以跟你的宗教 做一些討論 那是不是這個時間可以讓 你可以接受一些比較治療 因為我想這個主要是 讓病人恢復更好 我想在以宗教的立場 讓病人更好是他們所期待的 好 那下面這一題他說 化療期間傷口出現 而且不易癒合 那在飲食上 要怎麼樣來輔助跟幫忙呢 好 那假如是化療造成傷口癒合不良 我想大概 我剛剛前面有講過 大概最常見的原因 大概就是 所謂的這個營養不良 那營養不良我想最重要的是 營養的介入 我剛剛講過 在這個所謂免疫營養的概念裡面 我想這種三效合一的營養 確實可以 改善這個傷口癒合的程度 那另外假如說不是 這個營養不良引起 大概有可能 在手術完 有些傷口是所謂的這個 傷口是營養 這個縫線引起農癒 那這可以找醫師來討論 那是把縫線農癒的部分 做一個輕創手術 把這個縫線拿掉 我想傷口癒合也是有幫助的 好 那接下來這個問題 他說如果癌症跟糖尿病 他都有的話 他要怎麼樣選營養品 可以同時顧好血糖跟他的營養呢 好 那假如說這是一個 糖尿病的病人 又需要營養的配方 那我想現在市面上 有些針對這個糖尿病的配方是有的 那假如說你又要積極治療 那我建議說你的這個營養品的選擇 需要是低糖高蛋白的這個營養品 那我想這樣的產品 目前是有的 那可以選擇這樣的產品 可以降低這個血糖 太高的這個可能的風險 也可以增加這個癌症病人治療所需要的蛋白質 好 我們謝謝王理事長 謝謝王理事長 謝謝王理事長 guild秋風 阿棧 姿 Price